我們看這一題 這題他說 同時丟三枚公正的硬幣一次 若出現一個正面得20元 出現兩個正面得30元 出現三個正面得50元 若為了公平起見 則只出三個環面 三個環面就是零的正面 那應該要賠多少 也就是說 全部的期望值要等於零 等於零就是說 不賺不賠 好 那我假設 直數正面需要K K是負的 那就是說 轉期望值就是K 乘以多少呢 零個正面 C 3 取0 沒有正面 三個都是反面 每一個反面 機率都是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的三字花 好 那一個正面的 得20元 20 乘以多少 C 3 取1 好 那一個正面兩個反面 機率都是二分之一 正面是二分之一 反面二分之一 反面二分之一 這也是二分之一的三字花 兩個正面 就20 三個 硬幣 兩個正面 兩個正面 正面 幾乎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反面也是二分之一 所以二分之一的三字花 三個正面 得50元 西三取三 三個都是正面 那三個都是正面的話 每一個正面 都是二分之一 那這加起來 加起來的話 要等於什麼呢 等於零 把它等於零 那等於零的話呢 二分之一的三字花可以約掉 那個就是K K 加多少 20乘以3 3乘以20 加 三取二合的話 也是3 沒有 這兩個 不知道這是30元 加 3乘以30 這多少 C三取三十一 這是50 那K 我就可以算 多少 這個是 60 150 200 移過去 付200 也就是說 你全部呢 都知道反面的話 應該要賠200元 這樣才公平 所以答案呢 賠200元 賠200元 符號代表賠